腰背组呢,于是花朵家底训,东脉训,背部的书训,或是以痛为书,还有发疗训。 所以后背的书训,尤其对强制性脊柱炎,效果是非常异性,尤其是花朵家底训,效果是非常异性,和后背的书训。 因为从后背来讲,从开始,大重,封门,废书,绝云书,新书,都书,肝胆,脾胃,三交震,大肝小肠。 所以五脏六腹之气,都继续在后背的书学之内,因此你书中后背的书学,整个调解了人的周身。 所以后背书学在临床的应用,是很广泛的。尤其是花朵家底训,在临床运用也是很广泛的。 你比如对八斤森日灯,中风后遗症,强制性脊柱炎,脑病,或者平衡失调,通过花朵家底,都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。 非常理想的效果。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经常用花朵家底,跟背书的书学。 我最近临床治了两个前日进去年,经过避孕检查,都是良性。 所以说通过花朵家底学,再加上温针,加上酒疗。 开始疼痛的都日夜不得休息,现在基本疼痛都缓解了。 那么以上这些学位,可以综合使用,可以根据症状来选用。 可以根据症状来选用。 学位的选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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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是根据评定。